2024中台湾元宵灯会 今天晚间在台中的中央公园正式登场了 展期会到2月25号 今年有两个最大一个首创 也是全台最大单一场月的灯会 以及全台最大76米水中巨龙主灯 以及首创全台水上剧场机械主灯秀 倒数321身形庞大的水中巨龙灯慢慢亮起 甚至龙头还能摇摆 五光十色的灯光搭配古典优美音乐 还有舞者在水上进行立方体展演 令人看了超级震撼 今年中台湾元宵灯会打造八大主题灯区 展出长达76公尺高12公尺的巨龙主灯 西京路报表16日晚间举行点灯仪式 吸引民众朝圣抢拍 我们的规模跟国家级所主办的台湾灯会 规模差不多一样大 我们所主办的场地 中央公园台中中央公园呢 是台北大安公园的2.58倍 台湾晚会还邀请武林剧场 荣耀之光演出开场 把古老童万荣和现代科技美学与剧场 还有日本青森县平川市睡魔演奏组 以太古籍低字演奏等精彩演出 让你逛到腿软 逛到肚子饿 但是肚子饿没有关系 旁边就是全国最大的夜市 叫做逢甲夜市 台中官吕举举表示 今年灯会自2月16日至25日为期10天 假日时段也将安排各式精彩活动 有望吸引一波人潮赏花灯走春 借此带动观光商机 见杨宗彦 杨文豪 台中报道 感谢观看